它的名字叫做港珠澳大桥 顾名思义就是连接香港、澳门跟中国大陆 希望把这三个地点透过这个跨海大桥连接成一个 彼此往来只要花一个小时的共同生活圈 当然也显示中国大陆对这两个特别行政区的治理 也将更加的紧密 其实这座55公里长的跨海大桥包括了三个部分 不仅是跨海大桥 还包括了人造岛还有海底隧道 如今在通车了四天之后 究竟情况如何 以及当初兴建究竟里面的工程有多少的奥秘 跟特别的施工方式 我们来一起走一趟 整齐化异的桥墩从海中矗立 从桥的这段望去 不见绵延 看不到尽头 港珠澳大桥全长55公里 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历经近十年的兴建 终于在23号正式通车 我宣布 港珠澳大桥正式开通 亲自南下参与开通仪式 但妙的是习近平在仪式上 也只说这么一句话 随即从珠海端搭上车 感受着中国新骄傲 行驶在单向三线的桥面 时速限制100公里 突经两个向中国剪的桥塔 象征港珠澳三地紧密连结 邻近香港端 还可以近距离看到香港机场的繁忙景象 接着他来到其中一座人工岛 脸上掩不住的笑意 还沿路和工人比划 交谈 更一一握手感谢工程代表 老虎龙高 而且这就是你们人生的价值 风山开路 玉水大桥 你们这最形象的体现 为了亲自体验港珠澳跨海大桥 我们搭乘跨境巴士 从另一端的香港 出发前往珠海 澳门 约40分钟就能抵达珠海澳门 旅游检查大楼 搭乘跨境巴士 最后必须在这里下车 也就是香港恐岸 民众必须从这里经过安检 才有办法出进香港 这种可达香港市区的跨境巴士 每人每趟约台币680元 如果不进市区 只在香港往珠海或澳门 两端口岸往来的跨境金色巴士 24小时运作 售票约台币240到280元 跨境巴士抵达这里 就是所谓的人工岛 游客下车之后 从这里就可以入境珠海 而且步行5分钟 也可以抵达澳门 在香港澳门 分别回归21年跟19年之后 这座港珠澳大桥的落成 有着些许统占政治意味 但不可会言 它的工程难度 绝对是世界境界 港珠澳大桥 全长55公里 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 它包括22.9公里主体桥梁 四个人工岛和一段6.7公里的世界最长海底城管隧道 工程难度最高的就是6.7公里世界最长的海底隧道 因为连接港珠澳区域 尤其是香港这一端船只非常多 属于黄金海运航线 原本计划把桥面架高 让大型邮轮在桥下穿梭 但碍于临近香港机场 桥梁高度不能超过120公尺 盖隧道就成了唯一的方法 于是就在隧道两端 先竹起两座海上人工岛 工程团队现在海床敲入巨大的钢筒 每个钢筒重达550吨 相当于一架A380客机 等120个钢筒围成岛区之后 才开始海底隧道的拼接与安装 城管隧道长5664米 标准管节长度180米 共33节 每一节隧道重达8万吨 得从岸边厂房运到海上三公里远的定位点 每一栋200公尺就得花上三个小时 我们一共准备了13艘船 这里有一栋 这里是四栋 它是港珠澳大桥工程的总工程师 光是这33节隧道安装 这花了整整三年 2017年3月6号最后一节隧道安装日 它增加拓船数量 加快移动速度 但过程可没想象的这么容易 光看这海上作业场景 就知道难度有多高 所以现在我让他们这段短带 短带那个流速 潮流 潮流降下来以后 我们就转向 还要移动一公里左右 就到达我们要下层的位置 我们计划不动 还是明天早上再对接 海中潮系与洋流动向 都会影响安装步骤 一等就是一个晚上 而且每节隧道放在海床的位置 高低不一 宛如海底穿针 要在海面下精准接起来 还得分毫不差 这标注130的这节隧道成功放置之后 海底隧道工程终于大功告成 除了海底隧道 桥面也是大工程 跟着工程人员的步伐 来到位在广东的桥面拼装厂 从最小单位的片段拼接成型之后 船只就会把桥面 再运到40公里外的桥尾安装 一段一段连接起港珠澳大桥的风光门面 但这旷市巨座可不容一丝意外 桥次的护栏若经不起这一状 人车落海可非同小可 工程人员搭建了模拟装置 确定桥梁围栏能经得起各种车辆 超过时速100公里的冲撞 出现瞬间火光泵裂的情况 在救灾不易的海底隧道 得要防范大火延烧情况 首先得确定结构能耐得住 设施1200度的高温 但意外情境可防堵演练 直一声浪却一波一波涌来 因为这座耗资1269亿人民币的 中国新骄傲 老被称为大白象工程 除了主桥建设超支百亿人民币 供其更延荡两年 周边交通规划为同步成熟 预计使用率不高 及成本回收可能遥遥无期等 加上在海中施工 破坏中华海豚在香港海域的栖息地 迎来保育人士抨击 建造期间更造成18人死亡 受伤人数破百 而奈何桥之名如影随形 但这座桥对中国而言不仅彰显国力 更有削弱香港高度自治的意味 原本右驾的香港民众 行车方向是左上右下 当要上这座桥 就得遵循坐驾右上左下的原则 且大桥开通 适逢中国改革开放40年 习近平睽違6年再度南下广东 被指为是想仿造1992年 邓小平的南巡路线 22日抵达珠海恒情新区 考察中医药科技产业 23日大桥开通后 随即走访广东电子商务园区 24日出现在深圳和广州视察 南巡所到之处 都是经济发展主力的民间企业 因为现在除了有川普的关税制裁 中国经济更陷入10年来最慢速成长 原以为在港珠澳开通仪式上 习近平会有一番鼓舞人心的谈话 那它仅以12个字终结外界预期 开从三天来 港珠澳大桥在第一天 吸引了2474辆车次 到了第二天 车次大减500辆 只剩下1938辆 虽然第三天通车乘机差10辆 就能扣关2000辆车次 但这乘机却只占了预估量的两成 尽管不如预期 仍为3D交通注入活水 毕竟把港珠澳连在一起 才是最大使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